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简朴模式与调别设定的部分调整 那我们现在透过智慧点歌我来做一个歌曲的点播 比如说我要点江慧 我用找歌星 所有的简朴模式呢 或者是我们的要做调别调整的话 都是要用MIDI的歌曲 或者是说MP3的歌曲 那我现在点一首琴网 我们点播下去后 你会发现我们再轻压一下 我们的状态列从刚刚的会变成现在 现阶段会跑出了一个谱 原调跟调别的调整 那我可以透过 我现在这场画面还会跑字幕 那我现在叫出调别调整的部分 我们把按下上面有一个长压 现阶段我们现在有很多个选项 那透过你不同乐器适当你喜欢的调别 跟你适合的调别 严选之后 他的调别就会去进行做调整 那为什么会有两组调别 就是原调的部分 之后我现在要来介绍一下简谱模式 简谱模式就是我们现在在歌曲播放当中 我现在按一下谱 按下谱之后 我们的歌曲会呈现有一个开始有字幕的在跑 这就是简谱模式 那我如果要做管笔 就再按压一下 他就会呈现原本我们的歌词部分 好感 reading 好感 reading 然后感谢 expiration 好感觉 好感电话 得好等 对 可以 直接